各位市郁日恒以及日董客後照顧重心 告一完總共942人 高科技開始時代業表 收集西区保立 各位便宜轉手時代完畢 另外東区各位基督教便宜 將分成三天完成時代 各位市長安民貴也特別告知 來關心 共調有告一完在完成業表接近後 中央月底若是開放郁日恒 開放郁寺特有救星 將是對幼稚之家的健康保障 因應COVID-19的疫情 各位市長安民貴 全力向中央進出 立特配合幼稚園 和立東客後照顧重心告這完工 總共942人進行公費 以後者的助手 高科技開始分配在 微信後日報嘉義病醫 還有嘉義基督教病醫 來進行事態 以及可以為9時的告這完工 來注意風車 各位市長安民貴也特別告知 來關心第二告這完治下的經營 特別謝謝布立嘉義醫院 黃院長所領導的團隊 特別提供優質的服務 讓我們很快速能夠施檔 尤其所有醫護人員 大家能夠再把接種的品質 能夠提升 讓我們所有的教育夥伴 得到最好的照顧 我想這是嘉義市 大家一起在堅守這個檔位 我們期待中央接下來 國小國中所有的各個 各個的教育團隊能夠趁著 暑假這段期間趕快接種 讓我們開學以後 他們能夠回歸到原本的學校裡面 讓我們的教育能夠更正常 而且更開心的孩子回到學校 校園裡 教長的誘教人員 都尊重感謝伺服的專業政策 讓大家可以順利來做以後車 因為家長和小孩都很期待 可以趕快回學上課 一個老師做以後車有 不用用力之後 才可以讓誘致行的消防部 有一個安全誘致的學生環境 很多的家長還有很多的老師 都蠻期待復刻的 那我們今天打完疫苗以後 我們的確 我們自己產生免疫力之外 我們希望幼兒園所有的寶貝們 都有更優質的一個保護 那今天真的很感謝勇媽市長 幫我們極力爭取 讓我們今天才能打到疫苗 我們期待可以配合中央 可以配合我們家裡市政府的政策 提早讓小朋友復學 然後提供一個更優質 更安全的學習環境 那這樣子也可以讓我們做家長的後盾 讓家長不要擔心 把小孩交給我們 我們會把他照顧最好 然後提供最優秀的環境 剛才市政府跟幼稚園 除了有夠的這碗完成十大集合 國中小學和國中的到這碗天 也已經略縮做菜 但是在在岸前班的部分 不僅四大對象 科欧照顧中什麼人員 在在這部份跟二次只有三間 更多是率清的保護班有291間 近前市長安民會就向中央來控告 保護班的業者也應該要來接近 畢竟很多學生在學科之後 就要到保護班 如果以後者主持的對象 只有學校到這碗 欠缺報告人員並沒有完畢 希望保護班全員可以立即接近的順位 世新新聞 中町村王小選 剛議期 蔡草報道 我再一次的代表所有的市民 謝謝您的努力 您的用心 不容易被看到 但是是非常的重要 病途採檢 採就是大家常常在電視上看到的 伸著你的鼻孔 還歐皮康 那檢就是一群很幕後英雄 因為他要檢驗出來 我們才知道這些有沒有含陽性 陰性 所以他其實在跟病毒賽跑 也在跟時間賽跑 那做是無眠無盡 我們醫檢師其實在這個疫情裡面 其實我們都是一個默默耕耘的一個角色 因為我們都關在實驗室裡面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醫檢師這個工作 然後還有我們到底在做些什麼這樣子 我們是國家的防疫資源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任何要做疫調之前 或者是要做一些陽性個案的控管 避免他就是在社區監傳 最重要就是要做PCR的一個篩檢 把這些陽性個案馬上找出來 看到的是確認的陽性的時候 我們第一時間也很緊張 想說趕快完成數據 然後趕快承報到CDC 然後讓防疫的一個破洞 趕快能夠杜絕 半月只要醫生他來醫師病人 他要做我們就立刻就 就給他們說 疫情的爆發 那大量的檢體 湧入我們的檢驗科 那我們的醫檢師 真的都能夠很辛苦的堅守崗位 每天都能夠順利的把檢體 把它完成 有時候我們的量 在晚上沒有辦法達到的時候 還有一些其他醫院可以做資源 那衛生局扮演這角色非常的好 讓我們能夠順利 把這件事情圓滿的達成 這個部分來講是 我們醫檢師跟我們衛生局 地方政府來講的相關的配合 我是覺得這一點是滿好的 同仁對於這些東西的一個產出 報告產出都非常的小心翼翼 生怕有任何的遺漏或疏失 這一點的壓力是一直都存在著 調班 訓練新人 因為要調班的關係 所以事實上其實我們是 全科的同仁 都投入在這個檢驗當中 我們抱有一個理想 因為我們認為 我們的檢驗的工作是有價值的 有一群人默默的在後面 努力的工作是大家比較少看到的 他就是我們很辛苦的檢驗人員 他們日夜趕工 能夠迅速給出最正確的報告 那讓我們能夠即時 來掌控疫情的變化 是我們不可獲施的左右手 那也非常有意義的 非常辛苦 那在這邊也非常感謝 我們的檢驗團隊 能夠跟我們一起來 努力抗議 一起努力 我們身為醫檢師 我們都對這份工作非常的驕傲 謝謝你們 我們一起加油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繼續加油 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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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默默地为这一次的疫情来努力